餐桌上的笋笋,阿花才刚吃完烤。奶爸就叫阿花了。奶爸想把阿花叫回去。 阿花看了一眼奶爸,继续吃着手里的笋笋。 奶爸叫得这么着急,到底要不要过去? 阿花想了想,还是先吃碗笋再说。 但是也很礼貌地看了一眼奶爸,用眼神回应了一下。 还剩两根笋笋,这可怎么办哦。 先过去看看,一会再回来吃。 奶爸你找我干啥,一直叫我去这去那的,叫我上路架吃笋,是吧? 让我先闻闻,今天的跟平时的有什么特别的吗? 这么着急,喊我过来吃。 小木庄的笋,跟平时也没什么特别的啊。 我都过来小木庄吃笋了,怎么奶爸还叫我? 奶爸把阿花的水盆子撩走了。 随后拿了根伸缩杆生了进来。 阿花吃得好香,都没注意奶爸伸了根杆子进来。 但是奶爸好像失败了,啥都没了到。 奶爸第二次坏了根带刮刀的伸缩杆生进来。 原来是想把木板子拿走。 这时地上有声响引起来阿花的注意。 阿花看了看,发现木板长既有了,居然会自己动。 阿花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木板长既有跑掉了。 阿花胆子大的,要是换做妹妹早都吓得玩耳觉了。 奶爸把木板撩走后,把水盆归位了。 呀那 qualifications。